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5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2400万 朝国土面积约12.3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2500万 却都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杠上了 前者陷入内战进入第七个年头 前不久刚刚被59枚战斧导弹与修理了一顿 后者在制裁核恐吓中顽固发展核武 使半岛局势进入一处激发的险境 叙利亚和朝一个在中东 一个在东北亚 相隔十万八千里 但是 相同的强敌 类似的命运 让这两个小国同病相连 也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取向 因而在自保的同时 不忘隔空打气抱团取暖 4月17日 朝最高领导人殿赫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就叙利亚独立71周年表示祝贺 而在美国空袭叙利亚的第二天 朝就发生予以谴责 称这是对主权国家赤裸裸的侵略行警 而在之前的4月9日 巴沙尔也在朝最高领导人就为五周年之际致殿祝贺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两国领导人在患难中成为哥雅好 其实 这两国的友谊 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他们的上一辈 早在冷战时期 旭朝同属于华约镇定 朝就曾支持旭对抗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秩序的主要敌人 也是美在中东的重要盟友 2015年9月 叙利亚将一处原以朝前领导人金日成的名字命名 就是这种有益的见证 尽管朝在长期的封锁与制裁中 自身吃饭都有问题 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对叙利亚这个哥们的支持 比如 去年就有媒体披露 有潮躁的轻捕气流入叙利亚 2007年2010年曾试图往叙利亚运送贼毛腿带到林佩健 而去反对派甚至指称 有来自朝鲜的两支民兵队伍在叙利亚作战 名字分别为KOMA-1和KOMA-2 网上还流传有据称是朝鲜人的被打死士兵的照片 朝之所以让美国头痛挤压不死 又打不得 就是因为其拥有核技术乃至具备一定的核打击力量 对于这样的看家杀手 显朝也曾无私地想要帮助叙利亚 2005年前后帮助后者在沙漠修建秘密核设施 只不过2007年被以色列恭喜予以摧毁 其实 如果朝支持叙利亚的一些行为术实的话 除了有敌人的敌人使朋友和维护传统友谊的考虑 也有一些现实的需要 第一 在外界严密封锁的情况下 可以确保一部分稳定的石油等资源的进口 第二 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 可以获取一定的外汇收入 第三 派出人员作战 可以获取难得的与现代化强敌作战的经验 叙利亚政府的最大支持者是俄罗斯 朝对巴沙尔的支持 也就是与俄站在同一个立场 这对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俄罗斯来说 也是非常需要的 对此 俄会不会给予一定的回报呢 这两个小国相互扶持 对于争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表现的不遗余力 但毕竟 续潮都是小国 力量和资源非常有限 而且都面临着自身难保的问题 这种相互知识只能是杯水车薪 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当前 美国是阿萨德政权为叙利亚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 朝鲜也存在中和还是保证权的问题 一对可怜人死尸还不忘相互打气 最后的问题是谁能扛得更久 扛到最后 原创文章 以委托专业机构维权 无首权 误转载 更多讨论交流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古道兵法 丢到991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